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难舍两亿奴 平静春秋明善恶 欲过看花红 半生远 风吹起 一世情算无情 落定了尘埃 红颜还在 相约了花旗 结伴起 半生远 风吹起 一世情算无情 落定了尘埃 红颜还在 相约了花旗 结伴 而行 她们 怎么回事 你是梁市长的后代 她们为什么要抓你 她们说 你行刺了赵司令 是真的吗 你干嘛去啊 我走啊 我不能连累你 走啊 子弹还在你身上 你要去哪啊 放心死不了 要死早死了 你不许走 松开 松开 你哪能不能去 对不起 我们学校 正在组织战地救护队 大家都在学习 战地救护知识 有专门的大夫授课 我去学校 请大夫来给你智商 小灵仪 你进来一下 小灵仪 如果她要是敢离开咱们家 你就追出去喊 抓刺客 小伙子 你就 你就等着小姐 给你找大夫吧 枪伤 伤员在哪儿 在我家里 杨勤老师 你知道伤员的来历吗 如果 是从前线下来的 应该送战地医院 冯老师 这个伤员是从前线下来的 但是 是刚受的伤 我向您保证 他不是坏人 我认识他 你怎么认识他 在今天的攻击大会上 他就是梁飞虎 梁市长的儿子 梁牛蛋 我们今天 敬献给梁市长的晚联 还是您写的 您不是说 您跟梁市长 有过很深的交情吗 好 快带我去你家 好 好 好小子 长得真够结实 竟敢去刺杀赵元征 这还了得 要是把你绑了 送到森林部去 能换回十根金条来 杨勤老师 把他衣服剪了 打针麻药 我回去 取两支消炎针来 好 站住 杨总 你想要干什么 他根本就不是 去跟我拿针 他是拿我的命去 换金条 你必须死 你还真是 有勇有谋啊 难怪 你敢冒充 梁飞虎的儿子 你说 你是谁 我就是梁飞虎的儿子 胡庄 梁飞虎 根本就没有儿子 实话告诉我 二十年前 我就住在老湖山 这些年 我每个月 都跟梁师长通信 你说 你到底是谁 怎么了 不要说 我饿 饿了 饿会儿吧 人只有知道 饿的滋味 等将来吃饱了 才知道什么是饱 表叔 我求求你了 你就给我点吃的饱 我太饿了 吃的有的是 可是我要给你讲的故事 还没有讲完 那都是发生在你身上的故事 你得听啊 我 我听 我听 你快点讲 我讲的你 信吗 我信 信 十年前 十年前 那次以后 我就问过我娘 她不让我问 还有点生气 我想八成就是真的 真的 你娘是个有性子的女人 这么多年了 还在受你爹的气 上一辈的恩怨 真不该落在你身上 你身上留的可是赵斯柳的血 却一直过着有上对没下对的日子 真是不应该啊 赵总盒 这饭做好了 端过来 是 放下 放下 你老大不小了 该为自己想想 人在这世上有很多种活法 可以做人上人 也可以做狗 看你怎么学 有的人活着 还不如一条狗 是 是是是 想想你娘 想想你媳妇 想想你媳妇肚子里的孩子 他们可还都没吃饭呢 要说 我饿 我饿 大小姐 大娘 大小姐 这两天就说要去找你 是吗 你给那药啊 还真管用 一吃啊 就断不了了 前一阵啊 我一天吃一片 现在啊 我一天要吃两片才能盯到黑 你说 这行不行啊 没啥不行的 行 那就是这药吧 它快没了 大娘 知道您这药快没了 给您算着呢 早就给上海的医学博士啊 写了信去了 药已经到了 那可是上海的医学博士 托人专门烧过来的 真的 可不 正想给您送过去呢 用不着 一会儿啊 我要丫头去取 好 你说大娘 我怎么谢你呢 大娘 又跟我说谢了 您打小的对我好 我拿您呢 跟我亲娘没什么两样 您要是跟我说谢 那不是把我当外人了吗 我的好闺女啊 爹 爹 你也真是的 受了那么重的伤 怎么不找医生看一看呢 看什么看啊 没事 爹 你也不年轻了 嗯 你说你自个儿不心疼你自个儿 我这当闺女的还心疼您呢 你让我看看 伤哪儿了 这孩子 摸的可真是点 就这儿 你 你瞧 你瞧 快说没事儿呢 爹 你以后能不能小心一点啊 你说整个这大家子都指望着您呢 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的 不让小日本鬼子们趁虚而入了吗 那整个陕西生 整个西北都在沦陷了 傻丫头 没那么邪乎 行了 问点正事 四个月前 在大陆镇见过你五娘 爹 您都知道了 我 我对不起您 我没跟您说实话 嗯 还求消失放了她 爹 你饶了我吧 我我只是不想让我五娘死 爹也没说你错呀 爹知道 打小你和五娘亲 行了 去 劝劝你五娘 爹 你找着五娘了 啥都不用送了 吃饱喝足了 五娘 大小姐 五娘 哎呀 哎呀 下去下去 门关上 走 五娘 大小姐 大小姐 上次大罗真一别之后 我哭了好几天 你说我俩好不容易见面了 第二天我去找你 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了 我还以为是萧瑟 张吉安那俩王八蛋 把你给害了吗 不辞而别 实在是迫不得已啊 我明白 五娘 我爹他没有难为你 我爹他没有难为你 没有 这不 好吃好喝的 那就好 大小姐 是你爹 让你来当说客吧 五娘 你真是一个聪明的人 一下子就猜到了 你说 我爹让我来 我能不来吗 可是我可没想到什么说客 我就想过来 跟五娘你说说话 我也挺想你的 二十年前 在你们家待的那几个月 也只有你这么一个 算啥呢 贴心的人 贴心的人 对吧 对 若树 您让我睡会儿吧 我太困了 知道困了 好 知道困才能睡得着觉 能睡得着觉 第二天才有精神 苗叔 这天早就亮了 我都一天一宿没睡了 你先让我睡会儿 不急 我的话还没说完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你着想 你得听啊 我我听 您先让我睡一小会儿 我就听 想睡就睡 你当这是你家呀 啊 你别说 你别生气 我我听 接着说 这就对了 想想想你娘 想想你媳妇 想想你媳妇肚子里的孩子 他们可不一定有地睡觉哦 胖眼儿 你去告诉赵燕耿 我儿子 绝不会贪捕荣华富贵 给他当儿子 他还说什么 只要认个错 就能回去当五奶奶 我要想当这个五奶奶 我当年就不会从你们家走 再说了 当年的徐凤智 已经死了 我叫铁梨花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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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 谁 铁梨花 我知道你别恨我 千刀万剐都由他 我绝不眨眼 他要是不想杀我 就早点放我走 别费劲 你去跟他说 我是为了给恩人良妃虎 磕个头才来这儿的 要不然 根本不会在这儿出现 母娘 铁梨花 这名字真好听 咋起的 有啥好听的 从小就跟着我 命里带的 表叔 再敢闭一下眼睛 我要你的命 表叔 我求求你了 你别再折磨我了 我这哪儿是折磨你 表叔是对你好 我问你 给你福你想不想 想 有福谁不想啊 那么大的家业都是你的 你要不要 要 也不是好要的哦 我明白 全要找表叔了 起来 表叔 我娘 我媳妇他们 傻小子 记住 只要是你听表叔的话 他们都会平安无事 要是不听 可就抱不起了 啊 母娘 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他们害不了你 母娘 我跟你说句实话吧 其实 不是我爹 要我来给你当睡客的 是我求我爹 让我来见你最后一面的 他要杀我 母娘 您放心 只要有我在 我一定救你出去 胖眼儿 我不能连累你啊 母娘 我要是救不了您 就让我爹把咱娘俩一块杀了吧 你还记得我小时候跟你说的话吗 胖眼儿 母娘 他就是你们说的铁梨花 一定就是 你想啊 他要是没什么特别之处 赵元庚能娶她吗 他父亲是个盗墓贼 这样的女人能进我们家家门 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这么多年他做了这么多事 赵元庚都没有舍得杀他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带来巨大的财富 你们不知道 赵元庚当年起家的时候 枪炮队伍都是靠宝贝换来的 现在有鸳鸯枕这么一个大宝贝放在这儿 他能不想要 对 是的 那女人的年齡 听到同样的 同样的 押取枕 使用 墓内 有 那些人 永久 永久 会 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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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逃 捕捉枕 頬有她 她在司令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押し取り枕を探したとき 軍隊はすべてにここを占領した また 行動に参加しない 彼のこ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都在外面後著 胖眼 母娘 現在就跟我走 母娘 我爹が来接您的 奶奶大娘 還有我娘 都在家等著我們呢 愛 我爹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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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胖子猴子的 我爹是 就打翻那個 大瞎呢 是我是我 高枉子快走 我這沒人 快走 好 他骰子書你倒是說呀 你說呀 你別打聽了 啊 牛仔肯定找不著了 咋回事啊 昨天他還給梁市長打的翻 接著好多人都見過他 還說他是大英雄呢 他現在是刺客 那門口都貼著他的告示 你再這麼瞎打聽下去 你也得完蛋 我本來還想 找著牛蛋啊 就能救出他梨花色和縫兒來 你這這個咋好啊 哎呀 老扎子 我又得找你的時候大了 你給我寻一萬本音兄弟 我召集我的兄弟 我跟張遠哥拼了 啊 冒充抗日英雄娘粉虎師長之子刺 冒領血精不成 行刺照私領 呦 這個人膽子可真大呀 嗯 這人膽子可真大 冯老師 怎麼辦呢 通緝令已經踢到學校裡來了 滿城貼的都是啊 您看 能不能幫他找個地方安頓下來 在我家裡待長了不行 要是我爹回來了 那就麻煩了 在這個城裡都不安全 應該讓他離開這兒 方老師 您信得過他嗎 您昨天 不是還對他的身份有懷疑嗎 我已經查清楚了 他確實是個英雄 而且 從小把他帶大的娘 我也認識 是個好女人 關鍵是 現在城裡 到處都貼了通緝令 怎麼把他送出去啊 冯老師 我有辦法了 放這兒吧 幫我叫 你 你們的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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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怎麼回事啊 花椒怎麼都進門了 花椒看了嗎 你要幹啥 你還是個大姑娘 這沒人提親沒人說沒的 這花椒怎麼都進門了 你要是讓別人知道了 要讓你爹看到了 這 放心吧 這花椒啊 不是我做的 是他做的 你是他 楊小姐 起來吧 穿上衣服 做花椒了 兒子 睡吧 睡足了 我带你回家 睡得可真香 年轻就是好啊 能睡得着觉 表叔很羡慕你 表叔 你一直这么跟我熬着 不困哪 我不敢困哦 我找你找了二十年 好不容易找到 我得瞪着眼睛 看着你 要是再把你弄丢了 我怎么向你爹交代啊 表叔 求你了 让我见见我娘 跟我媳妇吧 我刚才都梦见他们了 昨天咱们不是说好吧吗 只要你心甘情愿地跟我回家 你就一定能够见到你娘 你媳妇 好好好 这就回家 表叔 咱这就回家 咱这就回家 喜欢坐汽车 以后可以天天坐 嫩得大的家业 早晚都是你 等你成了一家之主 你娘也会替你高兴的 先听表叔的 停手 老爷 你在干嘛 这是谁家的花椒 我 我娘家 哥哥娶儿媳妇 你娘家 哥哥 你不是早就跟娘家 断了联系了吗 这么多年 又联系上了 好歹也是娘家嘛 婶子 快走吧 这都什么时辰了 花椒可不能耽搁 你不在家 谁给小姐做饭 我给她做好出来的 我跟小姐告过嫁了 既然找到娘家了 以后就不用 在家里干活了 老爷 先去送亲吧 大事 不 老爷 你可不能不要小玲啊 我还要伺候 你和小姐一辈子呢 老爷 沈子 快走啊 小姐 小姐 我 games 是宽 小姐 大人 小姐 胡说 小姐 二还是 不 小姐 BER 小姐 小姐 走 走 站住 把脚放下 这都什么时辰了 谁家这么晚娶媳妇啊 投赏有事给你耽搁了 耽搁 把脚上掀开 这不太合适吧 我的 现在全城都在抓行刺司令的刺 没有在你们脚上抬出城了的 掀开 掀开 不 使 不得 你开 不是我故意难为你们 我是怕轿子里面坐的不是新娘子 是个男人 走吧 有没有人 我开始 起雕 奶奶的 这个新娘子怎么这么眼熟啊 下来 怕什么 这是你的家 怎么样 你们家的大门气派吧 表叔 这个家我还是不要回来 你敢 我早就跟你说过 想想你娘 想想你媳妇 想想你媳妇肚子里的孩子 你要是不回这个家 他们可就全完了 你说什么 找着了 兄弟以为找着他不难 最难的是把身世告诉他 把道理给他讲明白 让他安心地回家 安心地做咱们家的少爷 那你给他 不 不 是给我儿子 讲明白了 他认我这个爹 认 认他 就在门口 他 早说呀 儿子 叫爹 你哆嗦 你哆嗦个啥 我是你亲爹 叫爹 大少爷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赵司令 你亲爹 你亲爹 快 叫爹 爹 是我儿子吗 我赵元庚能生出这么窝囊的儿子 好 表哥 这就是大少爷千真万确 萧营长 在大楼镇里也见过他 不信你可以问萧营长 去 把小四国叫来 来人啊 什么 我表伯被刺杀了 你表伯 对啊 赵司令就是我表伯 我表伯刺杀了 怎么样了 他哪里哪里 让小家门给骗了 快追 这谁啊 你刚才叫花椒 来不及了吧 都过了大半个时辰了 再给我追 萧营长 萧营长 司令叫您立刻去他府上去 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你们给我追 你得把花椒给我追回来 是 萧营长 萧营长 张吉安 你干嘛 张大老板 你敢私藏刺杀司令的刺客 什么刺客 别装了 昨天晚上我追刺客 我追到你们家门外就不见了 对了 今天你闺女出阁了 你放屁 我闺女还没许陪人家出哪门子阁啊 这就对了 没出阁做什么花椒啊 一定是你让你闺女假扮新娘 送刺客出城的 我去啊 走 找私定理论 小瑟 干什么呢 所以 张吉安私藏刺杀您的刺客 没准刺客就是他派来的 先给我看看 这是谁 小瑟恭喜司令 找到小少爷了 你可得给我看清楚了 真是我儿子 在大罗镇取亲的就是他 他管吴奶奶叫娘 一定是小少爷啊 吉安哪 大哥的好兄弟 一辈子交给你一件事 一干就是二十年 吃了多少苦啊 还真把儿子给我找回来了 大罗镇 你 你 过来 过来 儿子 你可得看清楚了 这是你的贵人 他为了找你 几次摸了燕王爷的鼻子 知道吗 给贵人磕头 使不得使不得 怎么能让少爷给我磕头啊 别动 儿子 儿子一直在外面没个家教啊 我得让他知道 知恩图报 懂吗 知恩图报 可 哥 可三个响头 快起来吧 大少爷 快快快起来 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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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小子 走 见见你奶奶 尝打了碗 辛苦辛苦啊 你 下人们都出去 把门给我关上 是 站起来 进前点 来 卖的吃糠燕菜还挺结实 叫个啥呀 拴子 拴子 没信啊 就叫拴子 算是他徐凤智有良心 没让你跟了别人的姓 我要见我娘 确实没错 是我孙子 跟你爹一样 到哪都惦记着娘 告诉你 你姓赵 以后就叫赵孙子了 好 还有喜事呢娘 这臭小子娶那媳妇 也怀上了 真的 恭喜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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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要当祖奶奶了 我要见我娘 还要见我媳妇 急啥呀 袁哥 走 去 把这老五和她儿媳妇 都给我进来 是 瞧你给点出息 阿清 阿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月瓣笑容 逐立在枝头 满目茶子眼红 往事一场梦 梦醒求承诺 有些暗涌在心头 你看不懂 爱总会留一遍 情回忆也不舍 我多少时间多少月圆圈 当夜不再是沉默的颜色 爱总会留一遍 情回忆也不舍 我多少时间多少月圆圈 心慢慢融化 不再如天 爱总会留一遍 情回忆也不舍 我多少时间多少月圆圈 当夜不再是沉默的颜色 爱总会留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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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回忆也不舍 我多少时间多少月圆圈 心慢慢融化 不再如天 不再如天